冬至嘴里 嚼 这二歪肯定是不走平常路 二翻译 新派炸鸿五盒肉 这大得过瘾 我大得过瘾 好吃吧 好吃 对啊 我从他身上 就是从西餐的手法 我也学了好些东西 然后用在中餐上 其实对我这帮肉挺大的 我觉得有点融合的东西 猴哥您说的 对吧 所以说学个翻调子 但是我以外人还强点猴哥 现在我开始咱就做喷肉 新派炸鸿五盒肉 五花肉切片是吧 切片 展示意儿 猴哥这个有多好 三毫米 这是蒜 这是水 我们拿着泡的蒜 蒜捞出来了 把这水再留着 留着在腌这个肉 先用蒜汁腌一下五花肉 这味儿真好 这不能揍他了 你看 好 这个清酒来一勺 看看没有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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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会儿我得抓住 这嫩 这一定很嫩 半勺味脸 相当于日本的料酒的一种 但是它是甜料酒 咱们在酒店的时候 跟那乡人学说 他们经常使这些东西 对 咱知道吧 酱油 好 看看 这个咸味儿都够了 我得抓住了 这个味型只要按照这个步骤走吧 你们回家尝试一下 肯定有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蒜粉 这个 好 一勺面粉 一勺面粉 2比1 这点酥打 对 搁点酥打够了吗 面粉也就是过的 就是又柔韧 酥香 看它铺那儿油炸得酥了 好 我再把这油吃进去 这油不是为了蜂油 这是为了吃进去更酥 炸这蒜的时候就得小火 是吧 对 嗯 这个 滴油温下的 慢慢香上来 要把它一搁进去 这蒜蓉我千万不能让它糊了 你看刚才用那水搁这地方 你要是不把那个淀粉血就入一壶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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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它过一下 够了 够了 够温 看看啊 你一片一片的香 哎 行了 按这个方法学 再加一点都不费劲 如果说我个人认为你没那么多这些什么清酒啊 日本魅铃啊 还给你清锅 用中式的东西一样 是吧 中式香料一样 嘿 看颜色 颜色 火温度不能太高了 因为这个五花肉呢 要太肥了它吃的腻的话 把这油呢 通过这个 油温 低油温要慢慢啊 那浸达 把这个油给慢慢的给它释放出来 是吧 这样呢吃起来它就不腻了 而且也酥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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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煸火 这个黄油 行 行了 黄油 你看一化了 和姜肉 姜肉散了 先割肉 来 先割肉 开火 大火 开火 二伯要烹汁了 大火了 来 来 来 去 换着了 好 哎 跟蒜头不一样 你看看这颜色 对啊 再吃出大果叶 吃炸的果叶 多喝嘴里嚼 行吗 行吧 有点脆口 好吃吧 炸烹这个方法是中国中式菜肴很成熟的方法 但是调味没有这么调的 它这个叫出奇制胜 清酒腌的加勒贝林 最关键它反出这个味儿来很独特 这个腊中的还有回甜 回甘这种味儿 所以这个适口性非常强 这个我要叫真奇特 为什么叫真奇特 真就是希望我们能珍惜我右边的点熊猫 二白 真的能为我们奉献这么一道 是吧 我觉得也是它这么多年的经验 大家回去试试 一定能成为网红菜 真的还有一个就是美食无国籍 所以二白常说一句话 叫美食是最好的邮差 下一句 传递的世界的色彩 厨师是温柔的姐妹 演绎了人间的光环 干个意 你家伙 OK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范谷 吃饭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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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不含糊